台湾新浪潮电影代表导演之一万人 他曾经推出《游妈菜子》 《超级市民》 《超级大国民》等等电影 每一部都深刻的讽刺台湾政治 阔别十多年 他完成了最新电影《车拼》 以海峡两岸的婚姻拉开序幕 用轻松诙谐的方式 讨论严肃的政治议题 国家电影中心也规划了 万人导演从影31年来的影展 包括从未公开放映的 政治惊悚片《傀儡天使》 这是台湾导演万人的最新作品《车拼》 故事描写两岸青年男女要结婚 面临的重重困难 南方是大陆的共产党是深红的 台湾是深地的家庭是女主角 他们要澄清谈判的时候 会碰到什么问题 那我基本上我是用比较幽默 反访嬉笑怒骂来探讨政治问题 那所以基本上这个片子好像是一个婚姻电影 其实不是 其实它应该是一个黑色的政治电影 导演万人过去的电影作品 深刻描写台湾社会 上市超级大国民 描写当年因为白色恐怖入狱 解言后出狱的政治犯 寻找当年被刑求逼供而遭到羌绝的老友 警察 外来啊 全都近一面 我们近年就要报仇三十多年的沼泽 跟他担待 以前我拍的 有一段时间都拍比较悲情的电影 谈政治问题 谈白色恐怖 这一次这个议题其实更尖锐 但是我觉得我用 反访喜剧片来描写政治 反而应该是适合的 万人的电影大多关照政治议题 2001年的《傀儡天使》 是国片难得的政治悬疑类型 写实描写选举期间的勾心斗角 而这部片从未正式公开上映 透过影展有机会抢先目睹 他是怎么看政治的 这只高山在买异团表演得机 表演得很精彩 观众朋友的拍拍声是这么大声 小毛正前这只高山 将他成功那些狗皮疼来 变成一个少年鸡 这时的观众 帮什么竟敢挤在 等于后台这些少年鸡 他将他成功那些人皮疼来 变成原来这只高山 譬如说大概70年代80年代 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状况 《万人导演》的片子也是 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那只是因为他的影片 通俗性稍微强一点 不过现在把他们的 《万人导演》的片子 整个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 其实你会注意到 他的对于政治 社会层面的这个关注 其实一直都没有减弱 《万人导演》31年 透过影展看见批判镜头下的 真实台湾社会